听说这款房车被一位老板一口气订了30多台 莫非这就是消贯的魅力 今天为您带来它的详解版本 底盘优越 采用的是EVCO Ocean的底盘3.0T排量 8AT柴油自动挡变速箱 动力十分强健 车长5米99 车宽2米3 车高2米85 就这个车高啊 不用担心3米的线高了 畅通无阻 在作为房车而言的话呢 它是上的旅居车的公告 所以说没有强制的报庇年线 节假日上高速的话呢 还免费通行 车头前方是满贴心的进气格栅 另外的话呢 两侧搭配有两个炉速大灯 车身两侧是加长加宽加厚的后视镜 让您在行车时候呢 有一份保障视野更加开阔 小Auto的设计呢 尽显时尚 而且在行车的时候 能够降低我们的风阻与风噪 丝毫也不用担心 上方还开了一扇超大的关键天窗 打开窗户 它可以通风换气 包括呢 也可以去到我们的车顶上 擦洗一下太阳能板 灯高望远都是可以的 现在来到了车身的副驾驶一色 车身的四周呢 都配有四路监控探头 这样的话呢 非常起到了一个安全的保障 在它的下方是 2米5x3米的户外之阳棚 那如果说你要在户外进行活动 或者就餐做饭的时候呢 打开它 那就是妥妥的户外小院了 下面的话呢 有两个户外照明灯 在晚上也不用担心照明问题 再往下方看 有两扇的一个外推窗 材质都是双层中空亚克力的材质 能够保温降噪隔音效果都非常不错 窗户的下方是一个小展板 放下来之后呢 可以当做切菜备菜区域 而且再往里侧看的话呢 是一个内外贯通式的储物空间 里面的话呢 配备了户外的花洒 以及五孔插座 想要冲洗或者是户外进行用电的话呢 都是配备到有的 至于你的炉具 就是在我们的车身尾部群边 给大家打造到了 也是飞翔房车的 自主知识产权柴油炉 现在的话呢 是两截式的一个抽拉式的处理 当大家需要使用的时候呢 抽拉出来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研发到了 第四代具有高原模式 海拔5000米可以正常做饭 5米火防强风 最高火力值5000瓦 最低火力值600瓦 那么在户外做饭也是非常轻松的 来到车尾处 18升卫生间黑水箱 可以选择的后爬梯 以及自行车架 那么自行车架的话呢 可以放下两辆自行车 在后期使用起来呢 可以解决大家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通过后爬梯 可以去到车顶上 擦洗太阳能板 打扫落叶 非常方便 在下方是220伏的外接试电 给车充电的地方 主驾驶一次呢 有本车最大的储物空间 这个储物空间 可是内外贯通式的设计 比如说日常您大型的物件 全都可以放进去 下方的话呢 还设置了一个铝合金的小储物空间 这些就可以放一些行车工具 或者是鱼具 和上方的大储物空间 得到了一些区分和分离 拉取更加方便 旁边就是重力加水口 配备的是200升的进水箱 和68升的灰水箱 可以满足日常洗漱 做饭所需要的用水量 车内首先环绕整个房车 设施非常齐全 宽敞明亮 整体的话呢可以做到两室一厅 一出一位 来到驾驶舱配备的 有多功能的方向盘 倒车雷达 倒车影像 胎压监测 定速行航 车道频率预警系统 等等多种辅助系统 就连主副驾驶啊 都是原厂的悬浮座椅 可以很好的减轻 颠簸路面带来的不适感 除此之外的话呢 主副驾驶还能够进行 180度的旋转 进一步增加了可以利用的空间 二排准备的是两张航空座椅 带有通风按摩加热功能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 能够进行腿脱椅背 进行不同角度的调节 更好的缓解在旅途当中的疲惫 旁边还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USB接口 以及五孔插座 给这个设备补电的方式也有的哟 四路监控的显示屏就是在我的眼前啦 支持语音唤醒不需要的时候呢 就轻轻松松的掌握车外的情况 还准备了新风系统保证车内的空气流通 至于桌子的话呢 采用的是升降折叠桌 需要的时候通过一个按钮 不超过十秒 也不超过三个动作就能够升起来了 常规的大小为70乘以53公分 如果想要更多人进行使用的话呢 可以将桌子拓展的更大 电池人一米二的长度满足多人使用 如果说不需要了 也只需要通过一根手指轻轻一按 就可以一键收回 会客厅的正前方还配备了 32寸的液晶网络电视 可以轻松实现立体环绕 沉浸式追剧哦 那作为一台何载六人的房车 现在只看到了四个座椅 另外的两张座椅的话呢 隐藏在后方固定纵床的下方 只需要将床垫掀起 然后再按动开关 床板就进行一个电动收回 两张座椅呢 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这样即使是寒暑假 一起出去玩这台房车呀 也是能够完全容纳下的哟 不用的时候收回去 上方就是双人大床 一米三乘以两米的尺寸 夫妻二人可以轻松睡下 床头的话呢 配备了家用空调 既能够制冷又能够制热 晚上拉上隐私帘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是您自己的独立空间了 从床上一直到会客厅上方 有四组的储物吊柜 您的东西啊可以随便放 还可以做到一个专柜专用哦 在床上的话呢 也不会碰到头 还另外准备了两个置物格 这样的话呢 晚上拿取东西更加方便 旁边就是卫生间的位置 采用的是铝合金圆弧式的一个设计 最大的利用了房车的空间 打开门一看呢 设施是一应俱全 赛特福德的抽拉旋转马桶 折叠大容量的洗脸盆 以及上方的零花洒 不同尺寸的置物架 包括我们的除物空间毛巾架等等 也是一应俱全的 上方还有双向换具扇 另外的话呢 还有外推窗都是给大家准备齐全 那么厕所的异味问题呢 也有解决办法 我们不用担心说厕所一直有异味哦 可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那这个地方呢 同样可以满足到大家日常所有的洗漱 洗澡上厕所的所有需求 像内置厨房的话呢 也是这台房车的一个亮点 除台采用的是微镜面板 密封性非常的好 打开我们的面板 就可以看到内置柴油炉了 燃料直接来源于我们油箱里面的柴油 五米火防墙风 火力值最高可以达到5000瓦 煎炒烹炸都不在话下 旁边的灶台呢 设有了洗菜盆 冷热水可以调节的水龙头 都是给大家一应俱全 旁边有净水设备的出水口 具有反射透功能 喝水呢更加放心 油烟问题大家也无需去担心呢 因为上方配备了12幅 强牌抽烟的一个系统 两个档位进行调节 基本可以抽干净 如果有少部分残留的油烟 可以把吊柜降下来 近距离的进行抽取 同时还可以启动新风系统 使车内的空气得到净化 吊柜降下来之后呢 也会得到更多的储物空间 旁边还有96升的冰箱 上方是微波炉 做点检餐很方便 就这样的厨房系统 您还满意吗 那在视频最后呢 给你分享一下 这个车还有一个小玄机 就是它的第二张床 就在天花板的上方 只需要一键进行控制 一米三千里 两米的尺寸 沉重可以达到600斤 睡下两个人也非常的轻松 不需要的时候 还可以当做储物空间 一物多用 将空间利用到了极致 本车配备了3000瓦的逆变器 800安时的锂电池 1200瓦的太阳能板 以及200升的清水箱 和68升的灰雪箱 或许这些就是这位老板 会为他买单的原因吧